大家好,我是Calvin,欢迎来到CalvinLogan的投资 今集IB收息系列第16集,继续来说封闭型债券基金 今集会在收息内的基金,今集会说8个基金,所以每个介绍会快一点 留下多些时间最后分析 首先我拿一只ETF来做Benchmark JNK JNK看名字都知道是垃圾债的意思 Boomberg Bar Case High Yield Bond ETF 本身这只ETF都可以买卖 但Yield只有5.7% 正式介绍我们的CEF 第一个要介绍就是PCI PIMCO Dynamic Credit Income Fund 现在现价是17.77% NAV 16.99% Yield是11.75% Leverage 52.3% 回报率和Expenses 我会不及格好看 我会最后有一个Excel一起来做Compare 先进去看Distribution 看见99%是Income 这个与新的拥股 每年年底 PCI 除了2017年 他会派一个Special Dividend 如果用上年的Special Dividend Eyeo 是14% 再看看Portfolio 39%是政府的收息類 59%是公司債銀行存款 111%是MBS和ABS Cash是-116% 82%是美國,8%是英國 第二隻 PTY PIMCO Corporate and Income Opportunities 現價14.2% NAV是11.3% Yield是10.99% Lavage是28.29% 去年90%是Income 10%是ROC 2013-2014年有派一個大舊的Special Dividend 去年只剩下3先的Special Dividend 再看看Portfolio 68%是政府票據 62%是公司債銀行和Bank Loan 37%是NBS和ABS Cash是-86% 年度化回報是最好的 也有長期日價,現在日價是25% NHS NHS New Burger Burman High Use Strategy NHS 現價9.98 NAV 10.59% 即是有少許折扣 EO是10.88% Lavage是37.64% Lavage是100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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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vage是15% A у BC WB 50% ABS Right 全部100%都是income Portfolio 25%是政府票据 56%是公司債 14%是MBS 有43%是三條B 或是以上 相對持有的評級比較高 8%是美國 其他2%是其他國家 主要 持有的較高評級債券 投資相對分散 第5隻 TLI Western Asset Corporate Loan Fund 這隻特別一點 主要投資公司的Bank Loan 和是浮息為主 放下來參考 現在零息時代 可能表現會差一點 但如果息口向上的話 淋浮息債的表現 會比定息好一點 價錢 原價是$8.09 NAV$8.82 Yield是9.7% Leverage是36.87% 1% 全部1%都是 Income 沒有ROC 看看Portfolio 126%都是公司債的Bank Loan 大部份都是比較低評級 99%都是3條B 第6隻 第6隻 PDI Pinple Dynamic Income 本身是想選擇不同種類的CEF 討論 但選擇選擇選擇 最後還是選擇Pinple 沒辦法 枉積是贏其他公司整條街 原價是$23.06 NAV$21.09 Yield是$11.47 Leverage是$45.76% Pasit 100% Income 去年有一個Special Dividend $4.2 看看Portfolio Portfolio 3%是政府票據 5%是公司債的Bank Loan 108%是MBS ABS -107%是Cash 第7隻PFN Pimco Pimco Income Strategy Fund 最後一隻Pimco 這隻比較小日價 現價是Nav$8 Nav$7.82 Yield有12% Neverage是$25.54% 100% Income 沒有ROC 沒有ROC 這隻Pimco Income 沒有ROC 這隻Pimco Income 25% 政府票據 60% 公司債 32% NBS ABS 第8隻Pimco Income 第8隻Pimco Income 第8隻Pimco Income SPX 但是會定期做Cover Call 增加 期權金回報 但如果S&P500大升的話 升幅就跟不上了 比較適合微星或者牛皮市場用 但是說真的 自己買一隻SPY再做Cover Call 不是一樣 不要緊 放在這裡 compare 現價$12.58 NAV13.85 Yield有8.43% 沒有Leverage 可以看到ROC很高 相對投資價值比較低 Portfolio基本上都是跟S&P500公司 簡單說完D8隻CEF 先看看Excel Excel上我會加上 Led Expense 減了利息支出的Expense 然後加上 Volatility 和 1年3年5年10年的 回報率 10年回報算是 PTY 和 PFN 5年去計算是 PTY和 PCI 現價$12.58 PFN和 PCI PCI可能有 Special Dividend 但不知道今年還有沒有 如果計算是 PTY相對是比較低 現在只是初步分析 就這樣compare這幾隻 PCI PTY 是比較可取的 Pinco做到這麼高回報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 它的槓桿比率比較高 如果要講不好處的話 PCI拿著110%的MBS 可能會是危險 PTY 就要給25%的日價 去買 不過通常優質貨價錢貴是常識 正如山頂尺價永遠是貴過大西北 想要Discount購買的話可以看看AWF 14% Discount 回報相對較低是因為 他拿著比較高評級的債券 現在利率變成零 ETF能否維持到派息是有變數 近年的CEF派息 已經越來越多比例開始派或增加派ROC 這裏多謝觀眾提醒我 上集說的GGM Morningstar的資料不準 GGM在2018年已經開始派ROC 現在是派20% 如果今集說的CEF 都有跟Morningstar資料不一樣的話 記得告訴我 提醒大家 CEF也要付30%稅 如果派息裏面有ROC Support ROC部分是可以不用扣稅的 但證券行也會先扣起全部30% 去到第二年才退還ROC部分 我亦聽聞過有些行沒有主動退 才可以追回ROC部分 這個不太肯定 有試過的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自己對一些新的投資產品 會這樣處理 先是實際注視一下 可能是組合拿5-10%本金出來 買過一年了 有了經驗再慢慢加5% 沒有說哪一款產品最好的 只有最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 我自己為例 因為已經持有債券 ETD之類 所以收息類的CEF 我再買多的話就會重複 所以CEF只是佔我投資比例非常少 今集純粹討論 沒有投資建議 自己投資自己負責 CEF的系列是未完 下一集會回來再講 不用付30%稅的市政債的CEF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